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 最近OpenAI的联合创始人,就是那位大神Elia 在一个播客里面谈到了AI这十年来是怎么发展过来的 未来呢,又会向那个方向走 下面是我给大家做的一个科普化的整理 就是去掉那些晦涩的计算机术语 简单讲讲 让我们回到2014年 那时候的AI说实话 这个真的很笨 别说现在的ChadGPT这么高级东西了 就连简单的图片识别经常闹笑话 但是在那个时候 一群研究者就提出了一些超前的想法 给今天的AI革命埋下了种子 他们当时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三点 做一个能预测下一个词的模型 这个模型要够大 为给它超多的数据 这个听起来呢 是不是很简单 那就是这三点啊 基本上就奠定了 现在所有大语言模型的基础 ChadGPT Cloud 这些呢 都是沿着这个路子走过来的啊 他们那时候啊 有个有趣的假设 就叫深度假设 说呢 简单说呢 就是如果有一个神经网络 是十层 它就能做到人类在一瞬间能做到的任何事情 那为什么是一瞬间呢 因为他们觉得呀 既然人工神经元和生物神经元差不多 而生物神经元的反应很慢 那么人类能在0.1秒内做到的这些事情 神经网络肯定也能做到 现在想想的这个想法还是挺有意思的 他有点天真啊 但是确实抓住了一些本质 就是神经网络 确实能学会很多人类的直觉反应 讲到这啊 得提一个现在年轻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的东西 叫LSTM 这就是Transformer 出现之前啊 研究者没用的这个主力模型 伊利亚在演讲里开玩笑说呢 这是Transformer之前 可怜的研究者没用的东西 想象一下啊 就像是从自行车到汽车的演变啊 LSTM 就像是那个时代最好的自行车 虽然现在看起来很原始是吧 但是已经是那个时代最顶尖的技术了啊 说到这儿啊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 这些AI工具啊 好像是疫情之后突然就出现了 实际上呢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错觉 那么伊利亚在他们2014年发表的那篇重要论文的时候啊 就引用了大概31篇的关键文献 其中最早的是可以追溯到1986年的 Rumor Heart提出的这个反向传播算法啊 那是神经网络的这个基础 1997年啊 科学家们发明了LSTM 这个技术啊 到现在还在用 2012年呢 Alex呢 在图像试图比赛里边 发生了突破 就掀起了深度学习革命的第一波浪潮 说白了 就现在大家天天用的AI工具 都是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产生的啊 那就像煮开水一样是吧 水温从20度到99度这个过程 我们看不到太大的变化 但只要再加一度 水就沸腾了 是吧 AI技术的发展也是这样 疫情期间突然爆发的这个AIGC产品 它不是凭空出现的啊 而是几十年这个科研积累 在特定条件下的这种集中爆发 算力呢 是终于足够了 数据量的注意够大了 架构也足够成熟了 再加上疫情催生的这种远程办公的需求呢 这些因素共同就推动了AI工具的普及 所以啊 当我们惊叹是吧 这个AI的神奇的时候呢 我们别忘了背后啊 是无数的科研工作者 几十年如一日的这种努力啊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技术研究啊 我们才能享受到今天便捷的这个AI服务 也让我们对AI的未来啊 更有信心 因为它的发展不是偶然的 是建立在扎实的科学技术之上的 这个数据啊 就像是化石燃料啊 这个比喻呢 是伊利亚说的啊 特别特别形象 伊利亚说呢 数据啊 就是AI时代的化石燃料 它是历史形成的 数据量是有限的 总有用完的一天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虽然我们的计算能力啊 在不断的提升GPU越来越强 算法越来越好 但数据是有限的 全世界啊 就这么一个互联网 产生的有价值数据是有上限的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啊 就是目前啊 这种预训练大模型的方式可能撑不了多久了 为啥呢 因为数据不够用了 你想想看啊 GPT3就用了差不多45TB的数据 拆的GPT啊 后边更大 Cloud更大 但是互联网的高质量数据啊 是有限的 这就像是石油 总有开采完的一天 所以我们必须找到新路的 那么未来的方向在哪里呢 伊利亚提到了几种可能性 第一呢 就是智能体 agent 不是单纯的对话系统 而是能够真正理解的目标 主动采取行动 第二是合成数据 用AI生成训练数据 创造新的学习材料 突破数据瓶颈 第三呢 就是更聪明的训练方式 不是简单的堆数据 可能像人类一样高效的学习 从少量数据中学到更多 所以啊 伊利亚呢 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 在自然界中啊 所有的哺乳动物的大脑重量和体重之间是有一个固定的比例关系 但是啊 人类祖先的打破了这个规律 找到了一个不同的进化途径 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 AI发展啊 可能也要找到完全不同的路径 现在的方式可能只是第一条路 还有更多可能性的 在等待我们发现 讲到这个未来的AI 伊利亚呢 提出了几个观点 第一就是真正的目标导向 不是简单的回答问题 能理解背后的这个目的 主动采取行动 第二呢 是强大的推理能力 就是像下期程序一样 是吧 不可预测 能做出创造性的决定来 超越简单的这种模式匹配 第三呢 就是自我意识 理解自己的能力和局限 能够自我改进 可能要求获得自己的权利 这些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吓人啊 但是伊利亚的态度呢 是谨慎和乐观的 他说呢 我们确实无法推测啊 就准确预测未来会怎么样 但如果AI最终 想和人类和平相处的话呢 要求一些基本权利 这可能不是最糟糕的结果 那十年前啊 当伊利亚和他的同事们 提出这些想法的时候啊 可能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 AI会发展的这么快 现在啊 我们已经可以和AI自然对话 让他写代码画图做规划 而且这些只是刚刚开始 那未来的AI是什么样子呢 老实说啊 谁也说不准啊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 变化正在发生 而且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 最后啊 我想说的是呢 了解这些发展历史和未来趋势 很重要 无论你是学生 职场人士 还是创业者 AI都将深刻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那么理解他 适应他 利用他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如果您觉得有说话的 请记得点赞订阅 有什么想法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